国际观光景点高美湿地 退潮时可以从木栈道走下海滩踩水 也是游客的最爱 根据国际海滩水值标准 每100毫升水里的大肠杆郡不得高于1000CFU 但是东海大学调查发现 木栈道起点的海水 冬天大肠杆郡有12万CFU 超标120倍 而游客最多的木栈道终点海水 夏天大肠杆郡也超标20倍 你现在会让小朋友下水去吗 不会吧 听到海水不干净 民众也开始担心 他刚刚有喝 我刚刚有喝 我刚有喝 肚嘛 拉肚子会拉得很厉害 可能就造成器官的损伤啊 高美湿地每年吸引350万国内外游客 但现在水值有问题 专家已经提出呼吁 我们不应该要那么多的游客 进到湿地里面去 我们这边的水池 事实上是比较难达到 现在所谓的海水浴场的标准 2到3公里 在那边采用是OK的 可能要了解一下 是否考虑设立水池警示牌 提醒民众不要喝到 只是台中最吸引国外游客的景点 高美湿地 水池被归类为 不宜从事清水活动 实在很尴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